西蒙斯法新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76人西蒙斯 Van Simmons 为上届状元 外界对他的球技级评价 大多给予具有天赋 爆发力惊人的评价 近日西蒙斯在受访时表示 念大学时并不快乐 更直言 NCAA就像个神医 除了球员外 每个人都在赚钱 西蒙斯表示 在路易斯安娜大学打球时 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有天赋的球员 因为白天除了训练外 就是需要接受媒体拍摄与采访 在那里我没有学到任何 跟运动员有关的专业知识 现在回头看 我待在费城的这一年 学到的专业知识 远比在大学中还要多 西蒙斯说到 西蒙斯 NCAA就像个肮脏的神医 你必须忍受他 但这同时也教贵了我很多 像是忍耐 但现在我有机会能够控制自己想做与不想做的事情 这真的好多了 而NCAA主席Mark Emmett在听到西蒙斯的言论后 则直言 如果有人想当职业篮球员 但又不愿读大学 那就不要念 我们并不会拿着枪逼你 在大学中最重要的是 这作为一名学生 我们以开发人才为置业 西蒙斯 美联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